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 10月10日文章 原题新铁路或将改变东南亚 在越南可能几乎没有比乘坐 南北铁路更好的观光方式了 该铁路最初是由法国殖民者建造的 火车从越南首都河内开往 胡志明市 沿途经过一片片稻田 郁郁葱葱的大山和微微壮观的海岸线 然而火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 慢吞吞的行驶 大多数人都不愿在火车上度过36小时 而是选择乘坐2小时的飞机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 铁路老旧 火车行驶缓慢 而且往往彼此之间互不连通 东南亚的铁路营业里程仅为2.4万公里 比墨西哥大致相仿 而后者的陆地面积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几十年来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政要们一直在热烈讨论 铺设更多铁轨可能带来的好处 独今该地区铺设铁轨的车轮正在开始慢慢转动 其中一个推动因素是 从中国昆明到老屋外向的中老铁路 于2021年建成通车 长期以来 人们的想法是 中老铁路可能会成为一条一直延伸到新加坡的第一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尼玉教授 戴维·兰普顿表示 该铁路的通车对其他地方的铁路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泰国表示正在加快建设一条通往老窝的高速铁路 马来西亚正在重启长期停滞的计划 你赤资250亿美元向南修建一条通往新加坡的铁路线 越南刚刚宣布修建从河内通往越中边境的铁路计划 去年印尼在雅加达市和万龙市之间开通该国第一条高铁 为扩大东南亚的铁路网络 该地区国家需要有关专业知识和资金 中国家有知 就东南亚基础设施而言 中国是遥遥理先的最大的外国融资提供方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估计 截至2022年 中国参与东南亚地区34个最大项目中的20多个 其中6个是铁路项目 相当于承诺投资总额的60% 国外的项目对中国的铁路企业颇具吸引力 这些企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完成本国高铁网络的建设 东南亚尤其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 改善东南亚的货运也将使那些江崎工厂搬迁到该地区的中国企业收益 去年中国企业占道流入东南亚制造业的所有外国投资的三分之一 明显高于2019年的18.5% 过去有一天 东南亚的壮丽景色会在城铁路出行的旅行者眼中飞驰而过